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唯一能与蒋介石抗衡的 他曾经三次逼迫蒋介石下眼 不过聪明一世的他却最终糊涂一时 被对他恨之若果的蒋介石 以高管引诱到了台湾省 落了个被毒死的下场 1965年李东仁夫妇冲破阻拦抵达北京 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然而这对于在台湾的白重席来说 却是致命的遗迹 李东仁一回到大陆 白重席先知李东仁的价值也就消失了 白重席也就自身难保了 果真如此 李东仁回大陆后 蒋介石迁怒于白重席 命令毛仁凤直接对白重席采取行动 毛仁凤将这一任务交给古正文办理 不久古正文从收买的一位副官嘴里得知 白重席要去莲花县打变 他当即派特务勘查现场环境 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 可以使用轨道车登山 白重席当时已经年余七十 不会徒步上山 于是特务们算准时点 将轨道桥上的螺丝松开 他们则躲在树林里静观齐探 下午从高山背后出现两辆轨道车 配套白重席一起打猎的当地乡长的列车在前 白重席和两名副官列车在后 当前面的列车行至桥面时 只听到一声惨叫 车和人一起坠到了五十米深的谷底 此时第二辆车紧急刹车已经来不及 说时时那时快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白重席的一名副官动力将白重席推出车外 自己则随车坠入谷底当场死亡 从此白重席学乖的身居简出 这使得古正文的暗杀行动很难下手 白重席晚年异常苦闷 在白夫人去世以后 为了解除烦闷 居然与身边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 为此尝去买补药 客户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决定买通医生下中药 这白重席于死地 一天古正文给卖药的人 打去了一个电话说 蒋总统让你多多照顾照顾白将军 不管什么病都要下重剂粮 卖药的哪敢不从 立即给白重席开了一副药力比较强的方子 白重席按照方子买药吃后 往后的数月白重席 似乎从药中得到了补益 有烦恼还童之错感 便与热恋的张小姐频繁往来 俗话说房中之势能杀人 尤其是对年余古稀的老者来说 女色更是伐命福 不多久 白重席即被抽空了身子 1966年12月2日 张小姐与往常一样 到白重席家中夜宿 第二天日上三竿 副官见白重席还不起长床 再喊了几声没有答应后破门而入 一看 张小姐早已经离去 白重席赤身裸体俯卧在床上 已经弃绝身亡 一代大军阀最后就这样死在了温柔乡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